各位台湾老师好,我是香港翻转教学协会会长夏志雄老师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同分享线上教学经验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线上教学的Duce and Don't 我在香港教学已30多年,但从未有遇上停课要停这么长的时间 差不多有40个星期 如果正面看,有这么长时间 让我们学习新的技能,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首先,老师及学生从教学现场,转移到线上教学 整个环境是180度的改变 正所谓换个位置,就要换个脑袋 这两张相片呈现的教学环境,实在有太多不同的地方 对老师来,包括要操作Google Almeet,Microsoft Teams或其他事项会议程式 处理好各种网络技术问题,才可看到所有学生的脸 听到所有学生的声音 这些必要的技术,在以往的教学现场是并不需要的 然后,老师就要想方法怎样讲解 例如怎样在PPT上写字,学生才看得清楚 再下一步,就是怎样使课堂更互动,而不只是单向教学 所以,眼前就有一条不太短的路要走 我就建议大家先放松,后加油 踏出第一步前,先深呼吸一下 Mindful平静一下,才张开眼,开展第一步 我个人觉得线上教学与疫情前教学的最大分别 就是以前时生是共聚一式 大家直接面对面互动,互相看到对方的表情,身体语言 现在,疫情把老师及学生分开了 大家再也不能在同一地方见面及上课 大家天歌一方 幸好我们能够使用网络科技 虽然是被屏幕隔开了,但使师生人可在见面 这其实是远程教学的实现 既然环境变了,老师们在进行线上教学时 有那些地方需要关注呢? 我特别想提及三种停课不停学的形式 第一是透过学习平台,例如Google Classroom 发放功课给学生做 学生完成并上在功课后 老师就批改并给予回馈 第二是制作教学影片给予学生自学 例如用Explay and Everything 然后学生透过学习平台回答问题 检查自己是否明白 第三是线上同步教学 例如用Google Meet或Microsoft Teams 师生在线上实施互动 留意第一及第二种形式都是非同步教学 而同步与非同步教学,各有利弊 同步教学,帮助学生维持学习习惯 老师也比较安心,但学生自主性较少 因为是制定时间进行 非同步教学,学生自主性较大 因为可以选择自己合适时间进行 但是未必每个学生能够自律 所以同步与非同步教学这两件事 要按学生能力及适应程度做一个平衡Balance 而做出平衡时,还需要考虑些什么吗? 我建议大家留意四件事 学生自学能力有多少 学生的家庭支援足够吗? 还有老师及学生的Wellbeing 及对面对屏幕时间Screen Time是否太长 我特别留意是老师及学生的Wellbeing 老师先别把自己熬坏 否则什么也做不了 学生的Screen Time也不能太长 有些学生因种种问题 只能用手机上线学习 可是只有5至6寸的屏幕 每日看几小时 眼睛一定吃不消 很快会变大进食 所以一些小贴士 例如把手机接上电视机 或者购买手机屏幕放大进 把老师线上教学的画面放大 肯定能够提高学习效能 类似是客室中的Projector 及屏幕扮演的角色 过往也有人做过研究 客室安装了Projector后 学生成绩有所进步 如果把自学能力 家庭支援 Wellbeing Screen Time 与同步教学 非同步教学 及各个年级的学生 画一个表格做参考 就得出以上这个结果 这只是一个参考 并不是绝对的结论 因着各个年级的学生年龄不同 自律性不同 我们就设计不同比例的 同步教学及非同步教学活动 此外 留意非同步教学 是比较鼓励自学 而孕育这种能力的环境 却是疫情制造出来 这可说是货中有福了 接着谈谈工具 线上教学每个环节 都有五花八门的工具可供选择 这是一个happy problem啊 所以开始时 不是以太心多 有小开始 有一个app开始 熟悉了一个app后 才学第二个 不必太心急 况且今次有很多同行者 一群人同行 一定会走得更远 所以 think big act small 是开展新里程的思维方式 这个说话蛮有意思的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有效减低线上教学风险 同时又有精诚感 这是一个小结论 工具是手段 编排更重要 停课不停学 自学是良机 这个 samr samr model 是数位化教学的指南针 每一位使用科技教学的老师 会由level 1 substitution开始 然后是augmentation 接着是modification 最后是level 4 redefinition 这个过程 需要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的成长 留意一点 即使是level 4的科技 如果是level 1的用法 后果也可以很不理想 例如线上教学 若只停留在单向教学level 1 长期只用电脑屏幕取代黑板 学生会熬不住 所以 当你觉得在第一层已经一段日子 开始觉得欠缺心意识 就是时候进入level 2了 当你觉得在level 2又已经一段日子 开始觉得线上教学不促销时 又是时候向level 3推进了 如此类推 最后这句说话 是对学校的行政人员讲的 就是在线上教学年代 给予前线老师更多自主空间 教学法及工具支援 有助提升老师在艰难时期的幸福感 老师自主性越大 例如可选择自己擅长的教学工具 而不必强制地使用某些指定的工具 Well-being 能就自然提升 这是最后的总结 给大家参考参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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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